至于台北万华这边则是有一处民宅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了火警 警相来到现场的时候呢 发现里头浓烟密布 而事后火势扑灭 发现里面有两名女子 其中一名已经被烧成交尸 另一人在送医之后 也没有了生命迹象 铁皮屋二楼颤出浓浓黑烟 民宅凌晨发生火警 消防团圆抵达赶紧步水线灌咒 铁皮车在高空洒水 消防队员封锁现场 只见家庭理法院内早已被烧得浇黑 还在睡觉上风雨车 每天多久消防队就来了 万华区黄河南路二段 凌晨两点多发生火警 起火点就在家庭理法院的二楼 几下火爆时 民宅已经冒出大量浓烟 火势受到控制后 消防队员在屋内发现两名女子 其中一名早已被烧成交尸 另一人则没有生命迹象 被搜医后仍宣告不知 两前楼的建筑在二楼燃烧 但我发现有两名的民众女性 是一对姐妹 做出的时候已经没有付出经历 根据了解这两名女子 是姐妹偏常经营一楼家庭理法院 住在家盖的铁皮屋二楼 没想到一场火警 两姐妹命丧火窟 即将目前人在调查起火原因 记者侯宇翔张贝兹台北采访报导